你有沒有試過上某些網站 等極都是白畫面 而有些就每按一個鍵 都要等它慢慢load 真是等到人都懶惰 你可能已經聽人說過什麼 server side rendering client side rendering SSG ISR 但都是聽到一頭無水 就算看完教學 都還是不明白 想用最貼地 最容易明白的方法 聽明白這幾樣東西的分別 那今天這條片 你就不要錯過了 大家好 歡迎收看NITia 我是Anita 今集我們就來講下一些 你可能聽過 但搞到你頭都爆了的 front end rendering method 什麼 CSR SSR SSG ISR 今集我就會把這些複雜的概念 逐個逐個拆解 還會教你怎樣選適合你自己用的 我會把這些複雜的概念 比喻做建一間屋 聽完包你一定明白 首先 建一間屋 通常有幾個步驟 第一步 準備圖則 即是Build Process 即是你寫完句子之後 收拾好 壓縮好 變成可以運行的版本 就像畫好房子的設計圖一樣 第二步 承建商處理 即是Server Processing 當有人想看你的屋 即是上你的網站 你的Server 就像成建商一樣 就要處理你的請求 準備好屋的結構 然後傳給你 最後一步 你自己裝修和佈置 即是Client Rendering 當你收到屋的基本結構之後 你的電腦或者電話 即是Client Browser 就要負責將所有東西畫出來 以及加入所有互動功能 就像你自己在屋裡裝修、擺架子一樣 不同的網站起樓方式 就是影響這三個步驟的時間分配 首先是傳統起樓方式 即是去年代的Rendering方式 好像是沒名的 這個是最舊最傳統的建屋方法 你的承建商 即是Server 會幫你建好房子的所有東西 由長身、間隔、水電 到最基本的傢俬都會幫你搞定 你一收到鎖匙 就可以馬上進去 甚麼都不用自己做 這個方法的實際運作是這樣的 準備圖則時間 很短 因為只收拾好基本程式碼 承建商處理時間 超長 每次有人request一個網頁 伺服器都要由零開始 將整個HTML網頁 和所有資料完全生成 才發送給你 你自己裝修時間 幾乎零 你部機收到的 已經是一個完整的頁面 只是需要顯示出來 沒有甚麼額外的東西要處理 這個方法的優點是 Display超快 你一開個網頁 幾乎立刻見到所有內容 因為Server已經準備好了 對舊機友好 你部電腦或電話 都不會做得慢 或者做不到 因為大部分工作 都是Server做完 SEO超好 Search Engine一craw 就craw到所有內容 至於缺點 每次都重新load 你按任何一條link 整個板都會閃一下 然後重新load過所有東西 UX不夠流暢 Server很大壓力 多人上你的網 你的承建商 即Server 只要瘋狂起屋 很容易令它很累 甚至乱當 還會用這種rendering的例子有 以前的討論區 或者很多很簡單的新聞網站 CSR Client-Site Rendering 就好像承建商 即是Server 只是給你一個小小的說明書 和一大箱IKEA傢俱給你 房子的長身 間隔 水電 甚麼都沒有 只是一個空殼 你收了鎖匙進去 就要自己看著說明書 將所有傢俱 由零開始 組好整間屋 即是自己走完JavaScript 實際運作 準備圖則時間 短 因為只是把你寫的JavaScript 壓縮好 承建商處理時間 接近零 Server 只會傳送一個 幾乎空白的HTML檔案 和一大堆JavaScript 程式碼給你的機 你自己裝修的時間 超長 你手機收到空殼 和JavaScript程式碼之後 就要自己走JavaScript 將所有東西畫出來 再將數據放上去 整個頁面 都在你手機上生成 優點是 流暢體驗 一旦Load好 之後你在網頁裡挑來挑去 都不會整個頁面重新Load過 就好像用一個App 超流暢 Server壓力小 Server不用怎麼做事 因為建屋的工作 都推給你手機做 在這個時候 要加插一個Concept 叫Hydration 在CSR裡面 當你的JavaScript code運行了 將所有東西畫好之後 它就會將所有互動的功能 例如按鍵、填表格等等 連接到你的畫面上 這個連接的過程 就是我們說的Hydration 想像一下 你終於組好家具 但你還要將電線駁好 將燈鍵駁好 這樣才可以開燈 這個駁線的過程 就是Hydration 至於缺點是 第一次Load會很慢 你可能要等一段時間 才會見到東西 因為部機要Download 和Load所有JavaScript 才畫到東西 有可能會見到白畫面 SEO不太friendly Search Engine第一次Craw的時候 可能只會見到一個空白的HTML 不知道你的網頁有什麼內容 食Resource 你的舊電話 或者舊電腦 會做得很辛苦 因為所有建屋的工作 都是它做 Hydration成本 就算畫到東西 都要等Hydration完成 才可以做互動 如果JavaScript很大 這個過程都會很慢 CSR的例子有 很多現代的Dashboard CMS 複雜的Image Editor Gmail這類的網頁應用程式 SSR Server-Side Rendering 是一個折衷方案 承建箱 即是Server 會幫你建好房子的基本結構 和部分重要的傢司 例如 長身 間隔 床 櫃 然後立刻交給你 你一進屋 就可以見到基本樣貌 然後自己再請個裝修師傅 即是你部機的JavaScript 進來 幫你裝好所有互動性的東西 實際運作 準備圖則時間 短 和CSR差不多 承建商處理時間 中等 每次Request Server都會生成完整的HTML內容 然後傳給你部機 你自己裝修時間 中等 你部機收到HTML之後 會運行JavaScript進行Hydration 將所有互動功能 加到伺服器已經生成的HTML上面 它不會由零開始畫 而是連接一些東西 優點 SEO超好 Search Engine 第一次Craw就會見到所有內容 因為伺服器已經生成好了 第一次Load很快 你幾乎立刻見到的內容 不用等JavaScript運行完 對舊機友好 大部分起屋工作都是伺服器做 你部機負擔輕 互動性好 融合了CSR的流暢互動體驗 缺點 伺服器仍然有壓力 雖然沒有傳統方法那麼重 但每次Request 伺服器都要做事 TTI 即是Time to Interactive 未必那麼快 雖然很快有東西看 但可能要等Hydration完成 才可以做互動 例子是 大部分大型新聞網站 YouTube 大部分Ecommerce網站 SSG Static Site Generation 是最預先準備好的方法 你的承建箱 即是伺服器 不是等有人問才起屋 它會在你起屋之前 即是Build Time的時候 就已經建好幾百幾千間不同款的示範單位 當你一要求屋 它就會立即給你鎖匙 你立即可以進去住 秒速完成 實際運作 準備圖則時間 超長 因為它不單止是收拾好程式碼 而是要將你網站的每一個頁面 在你建屋計劃的階段 就預先生成所有HTML File 如果有一萬個頁面 它就生成一萬個HTML檔案 承建箱處理時間 0 當有人請求 伺服器只是簡單地 發出一個已經生成好的HTML檔案給你 沒有任何額外處理 你自己裝修的時間 極短 你手機收到的已經是一個完美的HTML 如果頁面有少許互動 都是做少許Hydration 就完成 優點 閃電的速度 Load的速度最快 因為都是Static File 可以直接由CDN 即是內容分發網絡 去傳送 幾乎是即時撈完 超便宜的HTML 你只需要儲存Static File HTML費用極低 超安全 因為沒有實時伺服器處理 攻擊面小很多 SEO超好 跟SSR一樣 完美的HTML 一次過給了Search Engine 缺點 建屋計劃時間長 如果網站有很多頁 每次update都要重新生成所有頁面 Build time會變得很長 可能要幾個小時 甚至幾天 內容不可以實時更新 如果你要顯示最新的股票價格 或者一個隨時變的用戶資料 SSG 就不適合用了 因為每次內容變都要重新build一次 例子是 Personal Blog 企業介紹網站 文件網站 產品展示網站 ISR Incremental Static Regeneration 是SSG的一個進化版 它試圖結合SSG的速度 和SSR的動態能力 想像下 成建箱 即是Server 一樣會預先起很多很多示範單位 就好像SSG 但它很聰明 對於一些內容會間歇性update的單位 或者實在太多單位起不及的情況 它會有套策略 當有人Request一個舊單位的時候 它會馬上給你一個舊單位 這裡會是SSG的速度 同時它會是background 靜靜地建建一間新更新的單位 下次再有人Request一個單位的時候 它就會給你一個新的單位 實際運作 準備圖則時間 中等 你不需要一次過生成所有頁面 只需要生成些你覺得重要的 其他頁面可以按需要再生成 成建箱處理時間 有時有啦 大部分Request都是傳送Static file 但是當頁面過期需要再生的時候 Server會在background重新生成頁面 你自己裝修的時間 極短 跟SSG差不多 Hydration負擔極輕 優點 SSG的速度 SSR的動態更新 完美平衡 既有Static website的極速loading 又可以處理內容更新 減輕build-time壓力 不用每次都搜尋所有頁面 特別適合產品數量龐大的e-commerce網站 SEO優化 依然保持高質量的HTML輸出 缺點 配置比較複雜 需要你的hosting服務箱支援ISR功能 例如Versale Netlify 可能看到舊內容 在頁面再生的時候 會有很短時間 用戶可能會看到舊版的內容 例子 大型 即是指產品資料更新不頻繁 但數量多的e-commerce網站 有CMS的新聞網站 或者Blog 講了這麼多 你可能都會猜到 每一個最好的選擇 只有最適合你的選擇 我們可以根據你網站的內容特性 性能要求和預算來決定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想盡量減少你部機做的裝修工作 因為這樣用戶體驗最好 以下是一些基本指引 如果你的網站內容 極小變動 完全正態 例如是個人履歷 純文字Blog 一次性活動網站 要求極致的loading速度和安全性 Budget有限 想用最便宜的hosting cost 那就要選SSG 因為它最快、最便宜、最安全 但是如果你的網站內容 經常更新 但不是實時 例如是每日更新的新聞 產品價格會變動 但不是秒秒都變 或者你有大量內容來自CMS 想有SSG的速度 又想內容可以更新 又沒有hosting限制 最好選擇ISR 它可以給你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案 如果你的網頁內容 需要實時動態內容 例如是 用戶登入之後的個人化內容 社交媒體動態 實時投票結果等等 要求良好的SEO 和第一次load的速度 最好選擇SSR 它可以靈活處理動態數據 同時兼顧性能和SEO 如果你的網頁內容 是一個複雜的網頁應用程式 Web Application 好像一個線上編輯器 Dashboard 或者遊戲 對第一次loading的時間 和SEO的要求不高 因為通常 用戶在登入之後才會用 或者是一些內部工具 想有最流暢的用戶互動體驗 最好選擇CSR 它最適合開發 類似桌面應用的複雜互動解面 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現在很多現代的frontend framework 例如是Next.js 都已經不再局限你 只是用一種方式 它們通常可以給你在每一個page 甚至是每一個component 選最適合你的rendering方式 那當然 要可以分析到不同的頁面 或者component 最適合用什麼rendering方式 就更加需要對這幾種方式 有透徹的了解 這樣才可以做得到 希望今天這個起屋的比喻 可以幫大家搞清楚 什麼是CSR、SSR、SSG、ISR 記住選擇哪種方式 最重要是看你的網站的實際需求和目標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幫到你的 記得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還要記得like、comment、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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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